欢迎大家来到 独猫飞蛮电台 Radio Dada的今日报新版 收听方法有三个 第一个方法是下来浪豪B2 我们的Radio Dada 录音室对开 有直播听 第二个方法是上网听 你可以在Radio Dada.hk 或是在acrugbridge.org的网站 收听 第三个方法是在Otaku Cafe 听现场直播 今天又回来了 之前失踪了 鬼忍了一段时间 在六圈都回来了 大家好我是夏木贝 我是杰达 我今天都有一个嘉宾 你好我是Seven 即是有Seven 即是有海猫 有关系 因为只有他一个有玩过游戏 我们都是叫做第三手资料 即是看别人的剧透 例如Tubbernet 在网上流传的重字 去估计剧情 不过在这一部下半个階段才说 因为这一段时间 我讲讲超带钟 讲讲另一套相反的 健康得不得了 大正野购梁 今季基本上是八盒番之季 随便一套都是八盒 有些很曖昧 有些拍得很露骨 有些本来不是八盒 大家妄想到变成八盒 哪些是属于妄想的部分 网上少年八盒 Kanar也是这类的 Kanar是摆得明白八盒 厌格来说不算的 有情而已 不过我最终那套租 在八盒里面 女人和女人之间是没有有情的 版本真凌和田中李慧 那两姐妹的姐妹爱 是很明显的八盒关系 可以带波向的 纯粹带波向变态 有唯美性的 有露骨性的 有些叫做不明奇妙的 这一季是很多八盒 多到这一套 理论上都是八盒的 整套作品都是女角 有男角 虽然也有一两个 但整套作品里面 打棒球 一大堆女仔 有女校 你不玩八盒 很难想象到不是 很可惜实际上已经不是 还有直田街内的 姓母而望 今天就明显天王而望 那其实她 为什么说实际上不是呢 因为 刚刚过去那星期那一集 就是说这个 三郎 就是 女主角的面相夫 女主角 家里的同样式 哈哈 你这么说 就说 就是说 三郎 看到女主角小梅 外面就收起了一个男朋友 那就 有点 躁情大发 有点 有点不开心 然后 小梅 就 一句说 三郎你正笨蛋 这样 然后 两个又好回 应该这么说 其实呢 下两集 其实都没有什么棒球关系 之前那一集就是 因为 拍一部电影 但是女主角不懂游泳 那个替身 找替身 但问了替身就好了 结果就找了女主角小梅 不是 替身走了 替身走了 不是 替身走了 替身走了 找一个不懂游泳的 有些教养的 其实就是找替身的 结果 后来发现到 什么不是演女主角 是替身 但是 全阵阵人都知道了 然后全阵阵围观 在一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之下 小梅姨一副很矮的表情 做了一个镜头 跳河 我笑了 因为很古典 其实整个大正野球梁 的古章 都很古典式的爱情喜剧 少女漫画那种感觉 青春 很古典式的那间 就是与缠片的那间 小梅姨一副很古典 但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觉得很古典 我觉得 没有什么古典的 拖手 是拖一条手巾 这件事不是 这件事在那年代的正常 不是 就是这件事 这件事 就是 有那个风味 任何一套 关于爱情 或者 总之有这些 拖手的剧情 你是会拖一条手巾 我反而觉得 这一套作品 未必是 在我眼中 不是说买百合 现在 簡直是 令人愤怒 我觉得看得舒服 我自己喜欢的地方 是因为 那个 时代的感 时代感 就是 我是吃它的时代感 多过吃它的百合 那个位置 就是说 他有一些巧 就是 女主角 有一个男子 莫名奇妙走出来的 傻佬 去追他 为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小梅上学 跌了一条手巾 然后被他拾到 那 那个年代 跌手巾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 你认识我 我想 你追我 就是那些 很老套的 就是 大家龟手巾 跌了手巾 就是要拾那种 古代器材是这样的 这个 由原事物与年代 由天空的 王道必材 就是 你想会男子 跌手巾 一跌线 总之跌些东西 男子追上来 小姐 你是不是跌了一把线 然后就回答 原事物用这条手巾 回答不知道他的女子 就是 一直这条手巾 维持到 去到战后 差不多战前 二次大战前 都是用这条手巾 那 所有大家龟手 听着 你要保管好你的财物 千万不要跌 绝对 要连同梅 这些东西 大家龟 就是因为 现在看到这东西太老骨 所以 不然之间 原来是有这种方法的 很新鲜 不然之间 不然之间 好像一个律师 又一样律师 好像西洋骨董 小野说 他跟男人交往的时候 通常都是上床 走到外面就拿去廁所搞定 看到男女送花给他 送花 要他吃饭 感觉很新鲜 那一刻 很纯统的家旺关 就是这种 整个整个整个 不是没有八盒 但是这八盒是拿来搞笑的 整个故事就是说 一幕 就是说其中一个女角 阿爸 因为他找不到打 就是他打盘球 周围去挑逼 就是 他拿来自刀手 周围去挑逼 结果 结果 整个排球部一齐出去 然后 变成最潮透 这些很典型的青春喜剧 现在是越来越来越来越没有 这几年都没有这种古典式的青春 就是除了安达聪 安达聪也不会有 很七十年代 装丝洋子 是的 就是对 很装丝洋子 很青春性的 喜剧感重 就是学生公主的作者 是的 新途主君的作者 是的 很青春性的 你觉得在老德大 在那个背景里面 他做得很清爽快 真的一二三去得很厉害 你也不会觉得很立落 你也不会婆婆妈妈的 他是因为 那些轎子实际上太老狠 他不能再在那些轎子里花太多唇舌 如果不然就会令人看得更加辛苦 但他最重要 在我眼中 这套是有些像卡拉美魔的大正版 李莹 但很可惜他 他将那种百合 是由一个高点 一路一路 tune down 下去 一个负数 变成一道正常的香 那 真的令我看得非常之不开心 他很坚实 女主角本来设定就是小梅对精子 但因为小梅未婚夫 大家觉得 为什么未婚夫最能闻过女主角 她的梨花大雨 黯然出手的表情 哇 怎么这么正 接着 大家就已经是一对了 精子本身是未婚夫 接着连奶芝 四眼妹 也有个助队去追她 这样已经三对了 即是玩一间贵族学校 是女校来的 然后 一个棒球部 很多个女孩 再加一个 洋化了的先生 你们不搞八合 你还玩正常向做什么 所以令我非常之 好不满 这段位有卡拉美魔 卡拉美魔 一大堆 蓝花今天就完了 蓝花又是 你要什么类型的八合片 今季要做八合片 所以这部 turn out 就变成一部 不是八合片 有些叫做 逆高潮 就是逆驚喜 主播先生那位 逆驚喜 突然变成八合 反而她不是八合 拍了一条 这么多女孩 搬在一起 竟然不是搞八合 她是搞八合 变成不是搞八合 才激鬼气 但她真的这套作品 我最珍藏她 就是很清爽 真的爽 她没有一些 现在叫什么 盟系 老耿翔 她很多老耿翔 但是她的老耿翔 就是很多老耿翔 应该这么说 她那种 她的紧 她下一集是玩合宿的 老耿中的老耿 她的紧 不是近这几年的老耿 她的那种是化石紧 即是五十六十年代 宇宇残片 旅旗 去到雪山 一定有小屋 一定遇难 然后有小屋 那就好 重新认识宇宇残片 这个关于三郎和小梅 我之前看过一套 我忘记叫什么宇宇残片 就是有这样的桥段 就是有一家人租一间屋 给个男孩住 但是她的家里有三个女孩 头两个姐姐 已经隔了给租一间房的人 这些就是 这些就是现在三郎和小梅 就是她用一些很老耿 但是因为她够老耿 她原汁原味 所以大家觉得很喜欢 太久没有看这些桥了 其实我主要都是 由我的角度 是欣赏她大正的风格和百合 但是她现在剩下大正的风格 我又不是太欣赏 而且很爽的 她的老师叫精子练魔球 但是 什么叫魔球呢 因为我不懂得投球 所以你们有办法 魔球是自己短观 你怎么知道 土法连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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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魔球就是下堡球 那类的紫片法球 不是 所谓魔球就是 哇很厉害 对方打不到 人家打不到就魔球 不是 一样就是她其实改了很多 因为小说版是第一集 第一次打 精子未分孤的球队就赢了 在动画呢 其实动画就算是惨败了 然后就跟一群小学生打 每个星期打一场 只有第五场才赢到的 就是这样的合理 一群大小姐 基本上连锋球 是什么都对才知道 然后你告诉我 就是第一场 你打赢一群 就是以全国为目标的 中学生 有没有开玩笑 那以全国为目标 又不一定代表她很厉害 你很差 你也可以以全国为目标 但至少你都不是一群 可以叫做 锋球没有九个人打的 那种这样的级数人 可以赢得到 一个多月 就是开玩笑 有些限度 但是她只是输了 因为她输了 所以大家就是报仇 快者报仇 有一种叫做 向心力 更加多的气氛 你赢了之后 其实那个气拐 是没有那么吸引力 加了很多小姐 和鵬球 和小学生打几个小学生 然后赢了四局 第五局才赢回 有一个很合适的 劇情就是 推进得对 不会很强 加了很多选择 来说 她赢了小学生 虽然我赢了小学生 是不是赢了中学生 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 竞子就去挑 竞子未分 付给竞子未分 复告家中学的棒球 结果那个校长就说 我们不会 这些手指 一脚大小指 打的 你不尊重棒球 结果竞子打电话 骂她 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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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子要怎么做 结果 你果然是打电话 去骂人 笑 那种很 你觉得很顺理成章 但是很好看 所以 这一幕 你觉得很顺理成章 很古典戏 很铁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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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觉得很流畅 一二三不拖气 就很舒服了 就说声優 这套作品 真的叫做色彩色锁 最佳典饭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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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氛吃重的 需要高演技的 找些路手 那些气氛不是很重要的 那些小角色的 就找些新一点的 是吗 我觉得是 全部都找些大东西 不是大东西 那些都没有什么气氛的 广乔梁的那些都没有什么气氛 那些是木野犹衣 厚人沙瑞里那些 小角色而已 那些真的没有气氛 而且他是一个学妹的角色 那就是有班 真的学者 那些人 再配合学妹那些人 不过 有一样东西就是 这一部是J.C. Staff拍的 那J.C. Staff拍的 那J.C. Staff拍的 这类爱情喜剧 是很拿手的 这几年差不多 他拍的都是这一招 而且每天都有些水準 他不是改編 那些轻小说的话 基本上都看得过 这一部都是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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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龙也是 虎龙也是 虎龙 虎龙的家里就是 那些灵芝是魔 卓眼之下 那些曾经令到J.C. Staff 非常之声儒素地 那他慢慢的声儒 我觉得J.C. Staff的片 是看得过的 只要没有精工的就没问题了 这个不关事 但是 但是 你这些白盒 麻烦你 我希望他今晚这一集 那些白盒 出发一点 算了 你不要让我看得那么信心 当年灵芝是魔 你个人喜好 它是一套 摆出来是这样的格局的片 你应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你中间转 那是有惊喜 你是惊吓我 亦惊喜 亦惊喜 这套作品 是本季最开心的作品 真的看得很开心 我最开心的那套蓝花 已经 刚刚昨晚结束了 等到第二季 第一季 两个主角其中一个 安珊 是六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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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一集已经说过 这是很值得看的 你觉得太老吞 很爽的 然后 你想不老吞 不老吞 就一个楼 就是今晚我们的主题 《台猫榮之士》 《Episode 2》 今天 是六集结束了 快到我觉得 要不要这么快 这些浓缩版 最后一集 我以为会拍三集 最后一集 至少两集 至少两集 我没有想到 他真的 连上茶会也能够办 那讲一讲 茶会是什么家科 先 有些我讲 我现在讲回 第二季节目 简化 你主要讲茶会 可以的 不 你也不知道 或者简单讲 直接 快了 一分钟 就是 十八个人 十九个人 十九个人 今次 摸了出来 走走走走走到周围 打来打去 然后 首先 教堂 死六件 然后 在朱智香房里 死两个 一个失踪 一个死一个失踪 跟着 在 夏飞房房里 死两个 然后又死了 在湖庚房里 死了两个 然后最后 因为战人投降 结果被剥干了衣服 拖着一条链 拉出来 然后被一帮羊头人吃了 而在作品里唯一一个 就是最后 的 留作 就被人绑住在一张椅子里 然后 魔女 拿一份 全餐出来 我俗称叫做 右代工全餐 菜是什么呢 餐前酒 是用大哥壮扣的血做的 沙拉 是用Eva做的沙拉 主菜 是用扣豆腐的面皮做的 烤批 甜品 就是珍利亚的头 的 蘋果批 是的 其实我这里有想修正一下 就是这个小说 不是 这个游戏版其实就是 去到 表演 留作无伤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 完了 接着就跟你说 这个岛上 没有一个人会生患的 是的 接着呢 再接下来之后 吃大餐那里 就是茶会来的了 因为今次是 今次只有 两个半 因为一个只有头而已 在茶会里 是的 总之就是 又留了开始吃大餐那里 就是幻想的 已经是end of story 就是说 那个茶会呢 就是事后的 是的 就是说 由战人被人剝光珠 拉出来 到全餐那里是茶会 表茶会 不是不是不是 呃 总之就 做奴隸拖出来那里 还是故事里的 是的 跟着呢 去到最后 最后 最后 那边 柳状不是拖着 阿珍丽阿走的 是的 柳状不是出事件 是的 那个柳状没有伤呢 那里就完的了 开完最后一发彩就完的了 跟着又去上位的女茶会 跟着再下回去茶会 因为 因为 阿Berun 好奇怪 他今次在下位世界 是撕了牛头人面具 之后露了Berun的样子出来的 就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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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Berun是不知为什么 在下位世界老友出场的 是啊 所以我就奇怪 就是 那里是不是茶会呢 我以为是的 因为看到 Berun和 他后面应该还有一个 就是阿姆达来的 阿姆达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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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面 那里是女茶会 就是画面是白色的 那故事 就是到达人被拖了的时候 阿Berun脱了面具 你记得到 後面两个位置 是一个人穿着粉红裙的 那个 那个 他的 那是 那里是 阿姆达 就是 阿姆达 就是 阿姆达 就是 m 那是 你还和 即是說在故事的六軒島 如果用形容就是什麼 在六軒島就是電視機裡面 錄影廠在播的那段片 而中衛世界就是錄影廠裡面幾個主持在講話 而上衛世界就是我們坐在電視機面前的觀眾 如果這樣說大家就會比較明白到 上衛世界就是女茶會應該是監製房 對監製房 去設計劇本那班麻朋友 有空沒東西做的人 其實是很混亂的 其實看完 episode 2 我有一個很根本性的問題 關於海貓 其實來到海貓的動畫版 它還是不是一個推理遊戲呢 是動畫版 其實又不是的 因為其實這個遊戲版也是這樣 遊戲版本根本就是屈機的 就是魔女屈賤人 又或者叫做反這個 反這個 這個 mystery的人 對 就會覺得 這個呢 總之其實這個 episode 2 就是這個故事 就是由魔女來演繹的 我說它當中的劇情是這樣的 的話呢 你們看到的東西就是這樣 對 就是說我這個人 是用那些魔法什麼什麼 來打死的 這樣 你們看不到的 那麼 魔女說是什麼 你們就只看到些什麼 那到底事實 就是事實 就是真的會是一些比較 客觀的東西 就是比較 是賤人那方面 那方面看得到的東西 就是那個密室 鑰匙在那個密室裡面 那麼 除了它裡面那個鑰匙之後 就開不了那類 那類 就是 或者這麼說 凡有賤人 賤在場的劇情呢 可以當 有紅字可以當真 這裏其實都要一點點修正 之中 這個 episode 5 出了之後呢 這件事都已經不是真的了 不過 現在 就是第二集 你用賤人的視點 勉強都OK的 勉勉強強 最後 賤人被人拖著 然後被人吃那些 其實 因為 你上一次 episode 1 就是我們上一次說的時候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去 推理海貓的真相 是只有兩條鑰匙而已 第一條就是 紅字 第二條就是 啊 賤人的視點 就是 整個episode 2 你可以當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只有 魔女這些紅字 還有有賤人的 場景 那些才是真的 就是 是一個真實的畫面 其實我也想說回 為什麼 就是 就後來 十二點鐘到了 大家要去這個 黃金香那裡 那段到底 賤人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因為他 承認了有魔女 所以他之後 看到的東西 都是魔女的演繹 反而他之前 還叫做 未承認的時候 那段的部分 都仍然是 勉強可以 最可信的了 已經是 基本上 這個作品 賤人的視點 在 賤人的視點 可信程度 是隨著 他信不信魔女存在 而究竟 就是說 如果 episode 5 沒有玩 但如果episode 5 他承認了魔女 或者他本身已經陷入了某個情況之下 那些視點都不會可信 可以這樣說 再說回 關於推理遊戲 這個問題 其實episode 2 他所提供的線索 在動畫版上 是足不足夠 去 令到你可以 猜得到 誰是兇手呢 最後那三 最後那 我叫做 超龍叔版的 到此一遊 不夠 因為他剪了下飛房 那段的紅字 雖然說 那段紅字 和之前紅字 其實差不多一模一樣 就是五條鑰匙 在樓座的手上 而下飛房的鑰匙 在沙蔭的手上 而這間房子 是沒有任何方式出到去的 除了那條鑰匙 也沒有人出到去 這個是皮亞多尼茨密室 基本上 整個episode 2 差不多有密室 都是這個設計 總之差不多要做 你不用說了 就是那些 背都背了出來 那種 其實很難做什麼推理 這個推理 以前我也不知道 有些網友解釋給我聽 就是 一般今年的推理 就是 運出控手 你的證據 你只要否定了他 只要你否定了他 人類做不到就可以了 即是說 我不論條件 幾個荒唐無稽都好 只要 這件事人類有可能做到 那就不是魔女了 只要 怎樣做到 對不起 我不用提出證據 魔女都不會提出證據 例如說 密室 第一開頭的密室 他提出 賤人提出的解釋就是 首先 魔女兇手 給了一條鎖匙 給了一條鎖匙 然後 晚上 悠悠地拿一條鎖匙出來 開門 找六個人進去 殺了他 然後把他放回袋裡 魔女沒有用紅字複術的這段說話 沒有用紅字複術 複術就是表示 這件事有可能是假的 那 另外有可能做到 這遊戲 其實 這個事法 叫做 training mode 就是這樣 總之 你想到任何方法 否定到魔女 只有魔女才做到 那你就贏了 其實我這裏都有少少補充 他其實都有講 這個紅字其實有弱點 就是 譬如一件事 我問你是不是 然後 你為了證明這件事是魔女做 然後你就說 不是不是 其實間接封了很多路 剩下 如果他不回答的話 代表真 不過 這件事其實是不對的 他不回答 未必代表這件事是真的 所以 其實 原本這遊戲都有講的 Piado Ricci 比較容易受到挑發 被人引到人講 講這些紅字 但其實事實上 紅字是不應該這麼泛藍去用 後面會有高手用紅字 你要我 你要我 我才不會這麼傻 你慢慢猜 就是這樣 其實 我想問 在遊戲裏面 和動畫版裏面 Episode 2 的紅字數目 是否一樣 或者 我看動畫版 錄集 紅字其實是出得很少的 你靠那些 有多少條鎖匙 沒有什麼複製過 全部在房間那裡 其實這些 這些 所謂的 框框 是不足夠 說框很多可能性 就是 第二集是比較少 就算是遊戲版 第二集也是比較少 因為熟悟的大歌 始終第一次用 不會用得太厲害 接著 3、4 就很厲害 3、4、5 基本上都已經是紅字 玩完了 我形容是什麼 紅字鐵壁戰術 而且很有型的玩 認到流鼻血 那個型也是 初初第一次紅字 很簡單 紅字上下過 然後轉彎前 那些特效是越做越厲害 嘩 你再來紅字 你再來紅字 不就好像聲酬大戰 好像Nicol動畫 紅字彈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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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 真是很帥 各位自己看 紅字彈幕 第五集 我真是很帥 紅字彈幕 沒錯 我很期待他六七八 都是這麼帥 紅字彈幕 紅字彈幕 紅字彈幕很誇張 總之紅字彈幕 總之我怕стра 龍騎士有一首 他將推力裡面的小提示 可以變化到個體驗 作為這條片酬沙 真是相當的佩服 當然大家 有玩過四五的時候 應該會 victims 看到 www. dynam Hall 那些紅字可能不夠十句 其實你真的猜 我現在真的猜都沒得猜 Episode 2其實有多少的推理性呢 Episode 2算容易的 基本上我不是很認真去想 已經被我找到幾個關鍵 然後攻破了 因為他很硬是 《魔女》沒有回覆過 《魔女》沒有來過 其實算少的 他後來的所謂的紅字彈幕 我才會擔心 因為《魔女》用了所有的紅字 就是那個人 紅字封了你後腦 完全截了 你不知道怎麼想 現在太少紅字 我覺得他的空間很大 很大的 大到根本沒有一條路 有很多可能性 其實你另外回想 是因為賤人太無能 所以令到他出紅字的機會是比較少 四個字 你很無能 這個 不是啊 Piatto之後也有說 你很無能 紅字 他本來就很無能 我覺得這樣未必是壞事 如果每個人的主角都是名偵探 就不要玩 這個我也很認 有些普通人 不要說很無能 普通人 雖然他是普通人 對 對 我覺得這個人 作為一個推理故事的主角 這個 他的推理能力真的比較低 他必猜 他一直要 哭著我 我沒有想過做名偵探 如果他是厲害的話 就不會 連梨花這麼蠢的人都想幫他 不是 梨花 他不是梨花 他是梨花 因為這個其實呢 有關就是 最後我要講一下 就是我自己推理 純粹個人觀感 在 寒蠢的 鼓手梨花 和海貓的背鱗 應該是兩個人來的 簡單的就是 在海貓上面推理的 右代弓箭人 在下面被人 借的右代弓箭人 是不是同一個人呢 可以是同一個人 都是兩個人 而這樣推理就是 在寒蠢裡面 其實在上面有一個背鱗 而下面的梨花 就像現在的無能箭人一樣 不如去搞而已 而上面的梨花 是幫不了他的 尤其背鱗 如果這樣的話 就可以變成了 你是兩個人 但還是一個人 很複雜 很複雜的 我完全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不好意思 那一刻不入聲 其實主要是 我也是中圍世界 茶會那個賤人 他有能力控制 下圍世界的賤人 你好像打遊戲 你可以控制一個角色 他是賤人 控制回賤人 你不是控制到嗎 他為什麼控制不到呢 其實我想說就是 這件事 基本上 其實下面的和上面的 我可以和你講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去到EP5 其實都有講的 所謂的旗局怎樣行 因為 其實EP5 我也不想講太多了 總之就是 勉勉強強會是另一個人控制 就是所有 全部人的行動 都跟上圍的賤人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純粹是一個 你自己猜的 對 就是這樣 總之 沒有一定 我們知道 EP5 其實突然變成聖光彈 沒事吧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我們不要離開了 再說下去 AP5 你突破 會被人斬死 今天到此為止 反正Pistone3 我們又會有一次解謎大會 茶會 反而我覺得 茶會 反而我覺得 新班茶會 EP3 反而推理的東西會比較多 因為它 去到最後最後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謎 到底 那個謎 比現在的密室的推理更加清楚 因為其實第二集 更加值得推理 因為其實就是要玩密室 今天的茶會 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的 外衛茶會 就是Pistone3結束那天 各位期待 今天的茶會 報生番 就到此為止